这一篇跟大家介绍的是LaunchPair的设定 如何新增和删除LaunchPair的应用程式 将在下一篇教学讲解 以Windows来解释 电脑内所有的应用程式 会集中在开始的选单里 在Mac这个地方就叫做LaunchPair 你可以想象着iPhone或iPad桌面 存放着许多的App程式 接下来介绍进入LaunchPair的方法 第一个方法 利用Duck的捷径按一下LaunchPair 就进入LaunchPair的画面了 在空白的地方 点选一下划除左键 画面就消失了 第二个方法 在触控面板上用拇指与三指靠拢 就进入LaunchPair的画面了 在空白的地方 点选一下触控面板 画面就消失了 进入LaunchPair画面之后 大家看到这个搜寻栏位 苹果官方叫做方大镜 方大镜可以输入你想要寻找的程式名称 快速搜寻你想要的程式 比如说我输入一个A 现在程式名称有A的程式都显示出来了 接下来看到这边 这边有三个亮点 代表现在的LaunchPair有三个页面 要切换页面有两种方法 第一个方法 直接用滑鼠点选亮点 就可以直接跳到你想要的页面 现在直接跳到第三页了 第二个方法 在空白的地方点选一下滑鼠左键 不要放开 直接往左拉或往右拉 就可以切换另一页 触控面板的操作方式 是用两根手指 直接往左拉或往右拉 就可以切换另一页 接下来介绍如何排列LaunchPair的应用程式 在程式图向上 点选一下滑鼠左键不要放开 将程式拉到你想要的位置 放开滑鼠左键就移动成功了 如果想要把相同的程式 集中在一个资料夹 就将一个程式图像 拉到另一个程式图像上面 在这边输入资料夹名称就可以了 跟iPhone和iPad的方式一样 设定LaunchPair 可以快速开启应用程式 可以节省很多寻找程式的时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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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